热点话题,新鲜探索,擦亮眼睛,快看天下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每天都祷告呢? 根据美国调查机构和智库机构 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报告 以信仰基督立国的美国,现在无神论者增加 参加教会的人数减少 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仍然坚持每天祷告 这是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疫情稍缓和的5月29日至8月25日 这三个月进行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结果 他们发现,只有4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仍坚持每天祷告 虽然将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非常亮眼 但是回顾2007年的时候,这个比例的数字是58% 即使到了2014年的时候,也还有55% 换句话来说,坚持每天祷告的成年基督徒 在人口的比例数字,过去一直保持在50%以上 但现在已低于50% 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另有一个数据引起关注 那就是约有32%的人坦诚,他们很少,甚至从不祷告 而这与美国29%自身无神论者和没有特别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十分接近 此外,美国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正在增加 比5年前高出了6%,比10年前更高出了10% 相对的,美国基督徒的人数则正在减少 皮尤研究中心在2007年开始统计成年人的宗教信仰时 基督徒的人数与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分别为78%和16% 但是现在,基督徒的人数只占成年人口的63% 这份报告显示出,基督徒的人数比过去5年下降了4% 更比过去10年下降了10% 我们相信,基督徒没有每天祷告亲近神 又疏忽参加教会聚会和团契 是会使自己对基督的信仰逐渐冷淡 又失去为主做见证的力量 必然会造成基督徒人数减少的结果 中国有一句古语说道 国家新亡,匹夫有责 如果应用到我们基督徒身上 可以说,教会的兴衰 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张 是每位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怎样尽上一份责任呢? 其实并不困难 就从每天祷告开始 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写着 主耶稣提醒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是的 祷告帮助我们警醒 也使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去获得圣的基督徒生活 在YouTube平台上 开录者视频平台播出的 国语节目《祷告时刻》 与粤语节目《祷告平安》系列 能够帮助我们对祷告有正确的认识 也丰富我们的祷告内容 节目由开录者事工精心制作 欢迎收看 让我们可以不但看重教会的团契生活 也记得每天举起祷告的手 为自己 为家人 为教会 为国家 为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朋友 真诚地向神祷告 主耶稣鼓励我们祷告 神也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